咦?這個手刮起展? 哇!這個新手文節 哇!這個還歷大無窮,氣勢如雄 喂!真是個個都這麼FIN 他們是誰?他們就是… 渠武處的清諭機械人 喂!你好啊,巴達 風雪兒,我想問一下渠武處是何時加入清諭機械人 和當初加入的原因是怎樣的 雨水去經地下的渠管系統收窄 就是流經、雙液暗渠和河道排出大海 雨水沖下的沙石和泥塵等 有機會在渠管裡累積 影響渠道的排水能力 如果沒有及時清理積住的淤泥 渠道和河道就有機會因為堵塞而增加水震風險 所以我們努力去定期檢查雙液暗渠和河道 在要需要的時候安排清理工作 為了確保渠道暢通和運作正常 我們很多時候需要在通道客閘 工作空間有限 長時間被遮掩的渠道裡 進行清諭工作 為了提升清諭工作的安全和考慮 我們十幾年前已經開始了和承建商合作 一起研發遙控清諭機械人 現在我們已經影響了 多款不同類型的清諭機械人 我們按照尾部機械人的功能和特性 應對不同的現場環境和清諭的需求 現在在河道裡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三部我們最新影響的遙控清諭機械人 必得滿 必得厚 和原不厚 在工作中 清諭機械人有甚麼設備和功能 傳統機械人是不同的 他需要電力連接電源 這三部機械人可以無線遙控 不受電力長度的限制 譬如輕巧的機型 可以在渠道裡自由移動 特別適合在名區和河道等的位置 進行長距離機清諭工作 三部機械人都安裝了鏡頭和鏟頭裝置 操作人員可以透過閉路電視裝置 在安全的環境下 遙控操作機械人 將雨泥和雜物輕鬆地鏟起 機械人除了機動線較高 也特別適合落完大雨之後的 更加清諭工作 例如這幾次颱風 蘇拉 海渠和小犬 過後都要形容到 一般來說 這三部清諭機械人 未有可以收窄 高達10萬公噸的雨泥 三個機械人在功能上有甚麼不同 不得悶 它前面的鏟頭比較浮 每次處理的雨泥量都比較多 不得悶 機身更加輕巧 更容易在有限和下閘的空間裡工作 原不悶 同時被置了鏟頭和推土的裝置 操作人員可以根據現場雨泥或雜物的情況 用不同的方式清理雨泥 例如鏟頭可以鏟起雨泥 推土的裝置可以向前推送雨泥 令到清諭工作更加靈活 除了明渠之外 渠務處亦會在雙型暗渠、河道 和污水處理廠上 運用清諭機械人進行清諭工作 運用清諭機械人有甚麼好處 清諭機械人成功達佈了 我們傳統清諭工作面對的限寨 工人無需進入河道 或者空間下閘的雙型暗渠 裡面工作 提高了我們工作的安全性 另外, 清諭機械人 還可以在水裡工作 不少潮池和天氣的影響 令清諭工程可以更加靈活 更加要效率, 全力去進行 在防洪方面 渠務處又用了甚麼創新科技 除了科技發展 渠務處都不斷在防洪管理上 有主要河流、水道和盡水口的水位和潮位的資訊 有關的數據 不斷幫助渠務處 快速採取失彈的預防和應變措施 亦可以協調其他部門進行相關的行動 由渠務處計劃長遠的防洪設施 根據你們防雨防洪的經驗 市民應該要怎樣配合 才可以令你們的工作更加事半功倍 渠室的渠道會增加水陣的風險 為了確保渠道暢通 我們需要市民的通力合作 例如, 市民們應該防止雜物 阻塞、排水渠口 而不要隨意改動公共排水設施 如果市民發現排水設施渠室或水浸 可以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向渠務處報告 他們會盡快派隊伍清理相關的排水設施